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来到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见证农业科技的魅力 今天继续春耕的话题 这个春天对于2015年度全国石渣农民获得者钱小玲来说 注定是个更加忙碌的春天 她的茶园在3月14日就已经开采 比当地传统茶园提早了半个多月 为什么会这么早 那这个早又意味着什么呢 钱小林的春耕和别人有些不大一样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咱们还是跟随记者去茶园看个究竟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南新阳的罗山县 这里呢就是2015年全国石渣农民获得者 钱小林的老茶园 在这里啊 新芽子并不多见 也没有发现采茶的人 可是呢 钱小林告诉我们呢 早在3月14日 她的新茶园呢 就已经开始采摘了 3月24日 离钱小林说的春茶第一次开采 已经过去十天了 记者看到这里的茶树新芽 也就刚刚萌动 据当地人讲 新阳茶产区清明以后春茶才会大规模采摘 那么钱小林已经开采的新茶园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茶茶呢 茶茶呢 你是哪个村的 我就是这太阳村的 这个园子是谁的园子 不是钱小林的吗 这就是它的园子 我看这长得这不太好看了 怎么不好看了 好看了 怎么好看呢 都是绿的嘛 西娃 难道这绿了就是好园子吗 论长相 记者感觉 这新茶园 还真没有老茶园好呢 奇怪的是 这新建的茶园 确实已经有采茶的了 夏林是不是都经常在这边来啊 他也经常过来吧 那我在那边去找找家啊 夏总 你好你好 忙着呢 忙着呢 看着这个是比你那个老原 怎么长得有点寒险似的啊 不是的 这个茶叶啊 刚两年多一点 这是宝贝啊 这是现在的优良茶种啊 就这还是宝贝 钱小林告诉记者 这栽种两年的小茶树 现在长得虽然看着有点寒陈 但是他们的优良性状已经显现出来了 非常气啊 你看看 全部都是丫头的 全部都是丫头的 多得很 这个季节到我们现场来说 像这样的枣 枣树茶种 基本上没有 新品种发芽枣 这个园子在3月14日 已经开采了 茶叶行里有这么一句话 早茶早茶 早一天是饱 晚一天是草 早一天发芽 就意味着早一天上市 早一天上市 那价格是不一样的 春茶可以说是一天一个价 春天的杂丸来说是最关键的 一年世纪在于春 特别是我们最好的春茶 就在乎在春天 这个园子看着像是传统的老茶园 其实这里栽种的是早生茶新品种 生长五年了 茶园已经成形 这茶园芽子多 可是忙坏了采茶工 他们要赶在清明之前 把这批芽子采完 这春茶到底怎么采 记得也想试一试 我采几个试试 好 你采试试吧 看看标准不必要 标准 这边呢 这都试试 这可以是吧 这都可以 这你采的不对了 这是三个叶子的 应该采 要不就采那个两 一个牙子一个牙头 要不就采那个牙头 比如说采一个牙头的时候 将来一采 采春茶 基本上就采这两种 纯牙头 或者是一牙一叶 这和后面的加工有关系 像这牙头的话 有多少能炒一斤呢 这个牙头 应该是在 八万到十万个 才能炒一斤 那这就不得量大多了 不得量大呀 这么多新牙子 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采完 这采茶的活呀 还是蛮辛苦的 记者笨手笨脚的 有点学不来 这个可以吗 这个可以了 我们看我们的父老乡心 已经采熟了 采的也挺快的 这大姐采的这 比我就采的相多了 您这一天就采多少 采三斤多吧 这都是牙头是吧 是 据说在当地 这个速度也算是采茶高手了 过来过来 盛茶叶啊 快来盛茶叶啊 盛茶叶了 盛茶叶了 盛茶叶盛茶叶了 从三月十四日 投茶开采到清明 也就二十多天 这段时间的茶 才叫明天茶 季节不等人 钱小林着急呀 只要一有空 她就来新茶园 而每次来呢 她都要带些水果蛋糕 她知道这些采茶的 相亲们不容易 为了多采些茶 有的中午舍不得回去吃饭 看着钱小林忙碌的身影 记者一直在想啊 新品种上市早 别人也应该会想到 当地有小规模示众的 而钱小林呢 用了五年时间 建成了上万亩的新茶园 用的都是新品种 这样大规模引众 她就不怕担风险吗 压力很大 也不想做 但是专家的一番话 让钱小林最后下了决心 你要想把茶产 你也做大做强做好 你必须改良番种 信阳是我国茶叶的老产区 这些茶树千百年 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 为什么非要更换品种呢 原来信阳当地的传统品种 绝大部分是晚生品种 要想早一点踩到新牙子 可真是难了 晚生品种它都出来的晚一点 它比早生品种要晚个十天半月 晚生茶品种萌芽晚 这是他们的品种特性决定的 因为不到足够的积温 它是睡不醒的 所以在信阳茶产区 以前明前茶就很少 这一直是一个市场空白 为了能让新茶早上市 就得改换品种 引进早生茶新品种 钱晓菱在引中新品种的时候 做了大量的试验 而且这项工作 现在仍在继续 就是在这个市场过程中 也淘汰了好多 淘汰了很多呀 因为有很多呢 因为头长的 那个头长的不适应 有的是受于天气的不适应 有的是怕冻 它这好多原因 但我们这个人不适应 新品种到底适不适应 需要经常的观察 尤其在新品种发芽的季节 更是关键 这个时期 钱晓菱来的就更加勤了 刚出芽的时候 就像那扶小筋一样 慢慢的 一天一天的 一天一天的来看 给两天的 再来看一次 怎么了 我来回的 经常到我们这个 示范园这边来看看 记者发现 这个大棚里的新品种 都带着一个枣子 钱晓菱之所以 看中这些枣生品种 就是为了 让春茶提早上市 你看那一片 就是黑兜兜的 非常好 这边就要擦一些 通过实验观察 钱晓菱他们 在这些枣生品种里边 优中选优 最后选择出 最适合本地环境的 几个优良品种 让钱晓菱感到惊喜的是 新品种的引进 不仅解决了一个 早采茶的问题 还给当地茶树种植 带来了一次 重大的变化 用新品种建成的茶园 除了春茶 这夏茶秋茶 可以实现机械采摘 然而这些传统的老茶园 要进行机械采摘 那就难了 为什么难呢 原来这和老茶园茶树的 繁殖方法有关系 这些茶树是用种子育成的 也就是有性繁殖 有性性的 它是有遗权的问题 遗权又变异 遗权一变异 变异就是说的 虚语上说的 一亩深九子 九子高不同 内部的出现变异 它的表现就不一样了 和传统的老茶园不同 钱晓菱引进的早生品种 都是无性系千叉苗 这种无性系千叉苗 遗传稳定 性状一致 出芽非常整齐 国家一直提倡 做了个无性系茶叉 无性系茶叉 它是适合现代作业 规模化作业 别看现在这儿的春茶 还是人工采摘 等春茶采完之后 要对这些茶树进行修剪 这些新品种的萌芽力 非常强 一掐了芽以后 它的因素可以发几个芽 瓶检以后 再出来的芽子更加整齐 就可以进行机械采摘了 前小林正是看到了 这些新品种 既枣生 又可以实现 机械化采摘的优势 这几年 在新茶园里种的 都是无性系枣生品种 无性系千叉苗 和种子繁殖的茶苗 它们的根系是不一样的 千叉苗没有主根 只有须根和毛细根 根系分布比较浅 它们主动向下找水 找肥的能力 相对要差一些 所以栽的时候 水肥要跟上 早春除了采茶 前小林还得组织栽种茶苗 这同样是有时间要求的 最好是在发芽前栽完 从农历正月初八开始移栽 它们一直忙到现在 这已经是今年最后一批茶苗了 为了给无性系茶苗安个好家 千小林他们硬是把过去的荒山改造成了水平梯田 这高床不仅保水保伤 这高床不仅保水保伤 还可以提高地温 有利于千叉苗成果 到了夏天 高床排水好 不容易积水 这茶树有个脾气 喜欢水又最怕积水 那我干活活行吗 行啊 我看过这还有很 好 也干活活 好 看看 这对吧多深呢 就把上 行了行了 行了是吧 三十多公斤行了 这就行了吧 中啊你看 我看你干得很好啊 没问题 很好的 快点啊 上来捞苗 上来捞苗 坐好高床 这就是茶苗的新家了 栽种的时候 同一个茶树品种 最好集中栽植在相同的地块 这样茶树生长速度一致 发芽也一致 便于管理 再几棵 我再一个试试看 好好 可以啊 可以 这一棵 要要要要 要要 嗯嗯嗯 把这铝齐了就行了 铝齐 对 对 根系铝齐了 是吧 顺当了 对对 顺当了 这个直接插一下 就放点土吧 放点土太深了 因为太深了 放点土 然后用细土 细土把周围的根压好 对对 压好 压好 对对对 这好带着脚 把它踩实 踩紧 对踩紧 对对 踩紧 踩紧 对对对 最后就运死 千叉苗 栽后 要及时 浇足三遍水 这样 千叉苗的成活率 可以达到 百分之九十以上 挖坑栽树 看着再简单不过了 不过 里面的这些细节 还是需要注意的 春天 对于钱小林来说 是最忙碌的季节 健心员 这周边的农民 也跟着忙碌起来 他们就近打工 家里也有个照应 大家好 又看见你了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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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歇会 笑会笑会笑会 笑会笑会 里这有很远吗 前小林这几年引进无幸系早生亭种 建成上万亩的新茶园 周边的农民在这里种茶采茶增加了收入 茶产业带动了当地扶贫 有了枣生茶品种 罗山县的明田茶也开始走向市场 明田茶讲究的也是一个枣 鲜叶采下来要加工及时 在前小林这里 芽子不一样用途也不相同 像芽头是用来做毛尖的 毛尖的做法是传统工艺 韩腾的就是开始杀青都是一样的 杀凡青 肥潮 肥潮 就是肉鸟 肉鸟都是那手把茶 草料都是人工理条啊 有那种理条 我们就是人工理条 理完条就进那个烘培 烘培那都是成的 杀青 回巢 揉碾 手把茶 礼条 烘焙 黄师傅如数家珍 其实这就是手艺 也是传承 正因为是传统工艺 又由老师傅把关 前小林倒也放心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也是信阳地区最早上市的毛尖了 除了传统毛尖 这几年 前小林开发出了香茶 香茶更香 特色更加突出 经过了 吃啥了 开始吃啥了 估计是 今年是比较早的香茶了 最早的香茶 这是最早的香茶 你看看 我闻一下 嗯 是吧 相信东西啊 香茶是前小林他们在专家指导下 按照新工艺制成的 香茶的制作工序 比传统的要少一些 揉碾之后 直接高温提香 黄师傅说 其实在揉碾的时候 已经和传统工艺有些不同了 看这台揉碾机 比以往的要大一号 香茶的原料是一牙一叶 这和毛尖是有区别的 这揉碾的力度 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380伏的 这个这个锅大力 力度也大一点 做香茶是 做毛巾不能 那个小丫头 不需要揉那么狠 揉碾是茶叶成型的过程 通过揉碾 还可以去掉一部分水分 鲜茶揉碾之后 再进行高温提香 这是制作香茶的关键环节 也是田晓玲最关注的 再忙 她也要过来看看 我经常过来 这一套 这一块工艺 是最关键的 只要是香气好 一块 就在这一块了 香茶的提香 和传统工艺最大的区别 就是提香的温度不同 它是高温来的 它比那个 那个横培 炒毛巾一般 一般是75到78度左右 这个是100多多 适当的高温 有利于激活更多的香气物质 并且保持住香气 这里边的火候把握很关键 循环 它南非的循环了以后 它不是一次 南非的滚 对 南非的滚 滚了最后再出茶 所以这个香气更好 你把茶叶就冲泡了以后 它凉了 它还是香了 那个香叶都可以吃 什么感觉 开始有一点点苦 是甘甜的 有一股甘甜的 我喝茶的时候 茶水喝完了 茶也跟它吃完了 这些新茶已经陆续投放市场 早春品茶感受到的是春天的气息 这份浓香就来自于 钱小林的新茶园 在采访期间 正好遇到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农业专家 他们是专程到钱小林的茶园考察的 外国专家对钱小林的做法赞叹不已 连说真棒 作为全国十家农民获得者 钱小林的春天是忙碌的 她在努力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最终的梦想 最终的想法是 把我们这个茶园 变成这个观光 里游 体验于一体的这样的茶园 就美丽香吃 钱小玲自从引进新品种 建了新茶园 她春篇的工作 一下子提前了很多 也更加忙碌起来 临走的时候 她告诉记者 几年之后 这里会更加美丽 将来这里要建成 玉南农耕文化园 这也是钱小玲心中的梦想 下一站我们的记者 要带您去河北的兆县 带您看看那里小麦的展示如何 欢迎您继续关注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明明大晴天 为何卖地里说下雨就能下雨 正在采访的记者 为何在卖地突然消失 在地下四米的空间 如何种出高产的小麦 春天来了 看十家农民获得者李肃敏 如何种出能变魔术的麦田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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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